好,我要结合地方各项的资源 加强行政机关的沟通、合作跟支持 国立空中大学副校长兼三月创生园区执行长沈中原 率园区副执行长廖建志一行人拜访寿风乡公所 那么是由乡长刘耀宗来亲自接待 双方是针对寿风校区设施运用进行意见的交换 希望对园区发展能够成为寿风乡的新亮点 寿风乡私立台湾观光学院去年8月停招停办 校产捐赠国立空中大学 目前校地转型成三月创生产业园区 以及全民终生学习场域 国立空中大学副校长兼三月创生园区执行长 沈中原率园区副执行长廖建志等一行人 拜访寿风乡公所 双方针对寿风校区设施运用进行意见交换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空中大学 加入我们寿风一个社会的服务的行列 可以推动我们社会的 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乡民 我们的县民 一种求知 娱乐 养生 因为多方面的 感谢空中大学 尤其他们的组织 他们的校长 他们的干部 我非常的热心 来推动 期待 我们收拾一下 一定有不一样的呈现给大家 空大副校长沈中原表示 希望未来能结合地方 共同合作达到空中大学 推展社会教育 以及公益活动的目标 我们一直希望呢 国立大学可以跟地方来加以整合 认为说一个大学的进驻 可以影响一个社区的兴衰与未来 所以这一次我们参加党上任之后啊 国立空中大学特别带着资源 来跟宋文乡一起整合 将来这个地方我们做乐学 乐活 乐养 然后在修器概念里面 会把产业链带进来 给地方产生更多的一个就业机会 在乐学方面呢 我们国立空中大学本来就受推广教育啊 所以有更多的一个有机农业方面的一个学习 以及在乐养方面呢 我们争取卫福部的预算 将来这个地方会有更好的一个长照设施 记得将来你老了 空中大学来照顾你 跟寿风乡一起来帮助这个地方 帮助这个社区 把它做到更丰富 更繁华 选中原强调 空大寿风校区从头开始全盘规划 有赖地方各界及地方声势给予支持协助 希望未来能把寿风校区打造成中央山脉下的新地标 成为寿风乡的新亮点 记者刘明胜受风乡采访报道